2016總統大選國際媒體高度關注 超過400位外國記者來臺觀察選戰 台灣年輕世代總動員 台大學生會包民主列車 讓中南部學生返鄉投票 本次大選小黨出頭天 35歲以下新世代力量打擊國會 2016總統及立委選舉 從選票結果就可以看出 年輕世代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台大學生會在選舉期間 也發起了民主列車活動 用低價包車的方式 協助中南部學生返鄉投票 這些青年要用他們的選票 來證明青年參與投票的重要性 選前之夜 一輛輛遊覽車開進台大前廣場 學生排隊等著上車 但這次專車肩負了重大的任務 你們畢竟是自己第一次投票 你們這樣子把投票排在期末考後一天 是沒有用的 我還是會回去 把握自己有的權利 然後就投給自己想要的人選 不要就是浪費這個人民的權利 然後為國家盡一分心力 2016總統及立委大選 台大學生會發起民主列車的活動 共七個班次225人 服務中南部學生返鄉投票 展現青年參與的力量 我現在在上海讀書 我也特別從上海飛回來 投下我自己神聖的一票 除了返鄉專車 甚至有學生特別飛回來投票 青年身體力行 實踐公民權利 連外國媒體都讚許 日本的年輕人特別對選舉或者政治 沒關係 一個國家的未來誰做的嗎 那這個是當然年輕人 所以年輕人對選舉或者政治 感興趣的是非常好的情況 我覺得 投社民黨 政策跟我們這一輩的人比較契衡 目前台灣的政治就是藍跟綠兩個大黨 然後兩個對立的聲音 所以我希望能支持一些小的一些政黨 然後讓不同的聲音能被聽見 支持小黨進入國會 青年有了不一樣的思考模式 但除了時代力量 其餘小黨都沒有突破5%的門檻 多元國會的願景仍需努力 希望候選人就是能夠真正的 努力去實踐他們的政見 當然說能夠完全執行不是很容易 但是會希望看到他們努力的過程吧 學生青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用選票發聲 選舉後如何發揮監督力量 以及多元政黨的後續賠力 都有待持續關注 台大延禮新聞 霍家瑄採訪報導 不好意思 iceberg 谢谢观看